用餐時間來到賣場餐廳 走來走去找一個好位子 或是看到空位 趕快把隨身包包或水壺 放在桌椅上站位 兩個人東西放著 就一起離開去取餐 這個畫面很熟悉 不少人都會這麼做 放比較沒有很貴重的東西站位子 如果人比較多 不然都會留一個人在嗎 比較安全 就是一個先去點餐 然後先站位子 然後再講話這樣 不管是百貨還是大賣場美食街 常常人滿為患坐無屈席 但部分民眾都會先找好位子 再跟同伴輪流去買餐點 但有一對夫妻 到IKEA餐廳用餐時人很多 找到位子先用袋子站位 一起拿完食物回來 發現有一對爺爺奶奶 把他們的袋子丟地上 坐在位子 夫妻詢問 為什麼把人家袋子丟地上 爺爺奶奶裝沒聽到 直呼還好有好心人讓位 不然要推著食物找位子 舉動不太好 而且還放地上 那樣把東西丟掉 其實滿不尊重原本 對啊 如果不是等很久的話 應該說他那邊的座位安排 跟他的用餐的方式 你不占位子 好像你沒有辦法在那邊用餐 民眾認為移動別人東西 就是不對 不過網路上也掀起討論 網友留言拿東西站位 有錯在先 別把不對的行為合理化 誰知道你是站位還是忘記東西 難道傻傻在旁邊等嗎 也提議一個人拿餐 一個人留下站位子比較好 另一派人則認為桌椅上有放物品 就不會去動 以為是大家都有的默契 到底誰對誰錯 以及放物品站位大眾 究竟能不能接受 引起一番論戰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 台北報導